这出梦想城市同行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城市卫视新闻 总统特朗普和第一夫人周四会回到白宫 缩短原定在Palm Beach的悠长度假期 这也意味着他们不会参加原定在Marlago的举行的新年聚会 他们这次离开很突然 昨天媒体都还在报道要参加Marlago的年度狂欢的客人 都被通知说特朗普会出现 CNN还报道说至少有500个客人会参加新年狂欢夜 白宫和Marlago的工作人员都拒绝对此事发表评论 据报道,特朗普下周一会前往乔治亚州 为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打气 拜登和当选副总统贺锦丽也会去为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加油 12月30日,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发布疫情期间 护照旅行证办理须知 根据本地疫情形势 为减少病毒传播风险,保护申请人健康 驻洛杉矶总领馆证件大厅自2020年4月以来暂停对外公共开放 疫情期间,总领馆证件处虽不接受到现场递交申请或领取证件 但仍坚持采用电子邮件预约加邮寄方式 为有紧急人道需求的中外国公民办理各类证件申请 为便于中国公民办理护照、旅行证 并发布疫情期间通过的邮寄方式 不见面办理护照、旅行证的流程、所需申请材料和注意事项 总领馆提醒符合条件的中国公民 疫情期间申请护照、旅行证时、注意的事项 想请请登陆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或美国城市卫视官网进行查询 以烟草公司为首的反对者表示 他们已经提交了足够的签名 以便推迟原定于2021年1月1日生效的 调味香烟禁售令的实施 在郡官员核实有效签名期间 国务卿和司法部长办公室将不会执行待定的法律 一旦确定62万3千个签名的有效性后 该措施将会在2022年11月的选票上 有选民对此进行投票 反之,如果州务卿证明有效签名数量不够 香烟禁令将会立即生效 殷约郡最高选举官员Kami Foote本周表示 他正在将请愿书交给郡地方检察官 因为他的办公室发现了与郡记录不符的签名数据 支持该法令的人士表示 应该对整个签名过程提出质疑 而反对该法律的主要团体 加州公平联盟的一份声明中指出 他们认真对待了这项指控 并交出了超过100万个有效签名 远远超过了获得投票资格的数量 今年8月,州长纽森签署了一项法案 宣布零售调味烟草和蒸汽产品是非法行为 旨在抑制青少年使用带口味烟草 然而立法并没有规定个人购买 拥有或使用调味烟草是违法行为 追逐梦想城市同行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卫视新闻的主要内容 更多的新闻消息请登陆 ICTnews.com 我是小洛 感谢您的收看 关注城市卫视 每天与您相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